说有这么一个皇帝 崇拜刘邦 看不起曹操 自比韩信留秀 这就是后召开国皇帝石乐 你看这哥们大字不识 还能创造一成语 鹿死水手 石乐问手下大臣 镇着水平 跟历代皇帝比怎么样啊 石乐跟咱们很多历史爱好者一样 热衷排名 那下面一重臣 陛下那可是牛逼大了 比汉高祖刘邦都要抢上一捏捏 魏武帝曹操更不在话下 能在您上头的 也就只有轩辕皇帝了 哎呀让你捧 也不要捧得这么高嘛 如果我碰到刘邦 那是心甘情愿 俯首成臣 跟韩信彭越并列 要是碰上汉光武帝刘秀 尚不知鹿死水手 大丈夫就要光明磊落 不能像曹操司马懿那样 靠阴谋诡计欺负孤儿寡母 不过呀 石乐这个人 他不像刘邦 更不像刘秀 反而最像曹操 比如你看他早年有这么个事 石乐山西上党人 截图的 赶上八王之乱 吃不上饭 是又冷又饿 眼看就不行了 多亏碰上一位贵人 正是郭靖 那跟石乐是老乡 郭靖也不是什么有钱人 就是一卖货郎 他把这趟的货都在本地建卖了 买吃的衣服扶贫了 石乐非常感激呀 想报答人家 跟郭靖说 现在那兵州刺史司马腾 居然大肆抓捕胡人 卖到山东做奴隶 我觉得这是条支付的路子呀 你现在货也没了 咱们合伙卖人呗 反正这帮胡人 在这也吃不上饭 卖出去也是行善 我爸以前还是胡人小头目 他们信任我呀 都叫我大胡 我框他卖 就说出城打工 到地方你把他们一卖 气不美哉 你说这石乐 他自己就一大胡 还琢磨着卖别人 结果没等他行骗 就被官兵逮了 先把他卖了 要光这么看 这石乐也真不地道 但是多年之后 石乐已经是河北一霸了 打仗俘获了一伙启活军 都挖坑埋了吧 杀辅主的事他也没少干 石乐骑马的什么瞅着 看着辅主里面跪着一人 这不是郭靖吗 哇一下就扑过去了 抱头痛哭 恩人呐 郭靖早就不认识他了 将军你谁呀 我 石乐呀 大胡 咱们一起卖人吗 哎呀 没有恩人 哪有我今天呐 拜郭靖为上将军 这伙俘虏也不杀了 都交给郭靖统帅 石乐这人呢 就是这样 很复杂 他上限特别高 爱民仰视 也确实深明大义 底线又特别低 说好听 是行大事不拘小节 说不好听 不择手段 那这样人呢 就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价值观 那咱们就看看 他是怎么底层逆袭 从奴隶到皇帝 石乐这奴隶也没做多长时间 主人看他相貌不凡 放了 那石乐确实是有魅力 总能遇到贵人 那这回他不卖人了 先是抱上一条大腿 升级做强盗了 又跟着大腿 抱上一条大大腿 格局就又进一步了 参与进八王之乱 加入了成都王司马颖的阵营 在河北一带四处征战 虽然没过多长时间 大大腿就被狗席给折了 但是石乐和大腿接握旗帜 攻破夜城 斩杀了司马腾 正好是当年麦特的主谋 那西晋朝廷也不能放着他们不管 又派狗席套伐 石乐和大腿跟狗席打了好几个月 三十多仗 互有胜负 无奈后劲不足 还是被狗席击败 大腿也折了 石乐一看 哎呀 这咋办呢 天下之大 也只能去匈奴汉国投靠刘渊了 他跟朝廷是死敌嘛 但是空之手去也不好看呢 总得有份见面礼呀 他先回老家上党 这有一伙胡人武装 石乐去了 见了几个首领 现在旱进战争 咱们这是前线呢 哥几个也想自立为王嘛 不现实吧 那就得早点站队呀 我有门路 跟我一起去投靠刘渊 这几个首领还真就听了 你说这石乐呀 还真是能忽悠 他们想投靠自己去不行吗 还让石乐占个首功 刘渊见着石乐非常高兴 给他一吞捧 封为釜汉将军 平进王 但是没啥实权 也没给他兵 因为刘渊那是老成耻重啊 忽悠不动的 我跟你又没啥交情 凭啥信任你啊 石乐就跟刘渊讲 我现在大马是帮不了 但是可以替主公除个小心病 哦 我有心病 嗯 此人姓张 这说的是乌环人张福利杜 在乐平有个两千人 刘渊几次招拢 他都不来 哎呀 这老张不好打呀 他就一坐山丢 人少了 打不下来 你带的人多了 他就猫起来了 哎 不许主公一兵一卒 我石大胡 一人足矣 那石乐找着张福利杜 我跟刘渊掰了 他还要杀我 今天来投靠张大帅 老张很高兴 刘石乐做了个头目 那石乐的本身是这帮人能比的吗 带着罗罗兵四处打劫 无往不利 而且有意收买人心 分道的钱财都散给手下了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哎 大胡我爱兄弟 不爱黄金 石乐看时机成熟了 赶上一次宴会 一把刀制住张福利杜 大家不用慌 没啥事啊 就是火币 现在呢 要带着兄弟们奔大前程 我和张福利杜 谁适合做首领呢 那底下这帮喽啰兵 大胡 大胡 石乐对老张还算人意 没啥放了 让他自生自灭 带着这些人归顺汉国 那刘渊非常高兴啊 这石大胡本事太大了 而且中城也得到考验了 手底下有队伍了 本来都可以单案了 还是带着兵回来了 这就又给石乐升官 石拳 带回来的兵都归石乐统帅 跟王民王飞豹 一起东出太行 攻略河北 这哥俩出山就战了夜城 又打败了西晋的援军 石乐招揽旧部 很快有了几万人马 但是这时候的夜城啊 早就不是大都市了 被战乱祸还惨了 石乐又带兵北上 想占据长山 打长山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是幽州刺史王骏的地盘 王骏还是老一套 拉着鲜卑骑兵 哭哭一通宵 石乐一场大败 退回去了 之后一段时间 石乐在河北 发展的也不算顺利 经常跟王骏壳 富多胜少 但是这时候啊 就看出有根据地的重要了 刘渊在后面 一直给石乐增援补给 在乱世 你只要有粮 那兵是不用愁的 多的时候 石乐手底下 也有十多万人了 更关键的呀 石乐还建了一个君子营 都是读书人 谋士文臣团队 这在军阀里面 是很罕见的 这些人里 最重要的就是 神算子张斌 料事如神 张斌跟石乐 就很像郭家和曹操 石乐加入匈奴汉国 头三年也参加了不少大战役 长平之战 围攻洛阳 之前都详细讲过 不过他也不是主角 这一时期 汉国的军事统帅 一直是刘聪 本蓝岸这么发展 石乐到最后 也真就是个韩信彭越 这也没啥不满足的 但是一件真正改变历史的大事 发生了 刘渊死了 接班人刘聪 又是篡位政变上来的 那大伙就都动心思了 说实话 刘渊这个人 论能力品德胸怀 那肯定是让人服气的 那刘聪你凭什么 不光石乐 向刘耀王民 也都有自立的打算了 你看永家之乱后 有这么个事 当时汉国打下了洛阳 王民就劝刘耀 你跟刘聪说说 迁都到洛阳啊 意图天下呀 刘耀一听这话 把洛阳给烧了 关键是之前 他抢也抢了 杀也杀了 为什么王民这么一讲 他又想起火烧洛阳呢 没必要 也没道理啊 这里面最大的可能 刘耀就是不想让刘聪来洛阳 你就在平阳待着吧 沉迷后宫 挺好的 刘耀自己是在向关中发展 拿下长安 刘聪要是真来了洛阳 他不就被憋住了吗 这下搞得王民也很恼火 我也不陪你们这帮凶能人玩了 他带着自己人马往东走 又派出一支仙头部队 回到山顿半岛 这是他的老根据地 王民打了这几年仗 一直在游走 没有地盘 时乐的问题就跟王民一样 他一开始在河北 后来又打到河南 永家之乱的时候 他还占领了荆州襄阳 这也是为了围困洛阳 紧接着追杀东晋的逃窜部队 他又跑到安徽 在中原转了一大圈 以前留员在 没根据地无所谓 但是现在你想割据自立 必须打下一块地盘啊 头两个撞到时乐刀口上的 就是狗熙和王民 下期请看 时乐如何干掉七大劲敌 称霸北方 五湖十六国 第一个霸主就是时乐 这期看他如何横扫七大劲敌 痛一北方 头一个对手 就是西晋名将狗熙 以前时乐被他打得满地跑 但是这回狗熙变了 沉迷酒色意志消沉 性情暴躁杀人如麻 狗熙早年也是法令严峻 人称图博 但是杀的公平啊 好歹让人服 现在完全是滥杀 有人认为他是永家之乱后 信仰崩塌了 不过以前也没看出 他对司马进是有什么信仰 我觉得呀 恐怕狗熙就是吃要吃的 症状都能对得上 这次时乐打狗熙 轻松拿下 生情活捉 时乐一向是爱财的 为我所用吧 但是狗熙不甘心 密谋反叛逃跑 过了很久 时乐把他杀了 第二个对手 就是老战友 王弥王飞豹 时乐刚抓住狗熙的时候 王弥给他来封信 打开一看 实功牛逼 以后狗熙是您的左手 我王某是您的右手 平定天下 至日可待了 时乐一看就不对劲 王弥的官职一直在我这上 心气又高 怎么会无视献殷勤呢 这肯定是想动我呀 这信就是个烟雾弹 让我丧失警惕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 青州的曹仪是王弥的部将 王弥派人给了送信 联络一起夹击时乐 结果这送信的人 被时乐给逮了 时乐很生气 把信使给杀了 王弥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可能有问题 你想啊 这么大的事 王弥没得到回音 能不调查何时吗 不排除就是时乐编的 总之不管如何 时乐是铁了心 要干王弥了 机会还真就来了 王弥这会儿和人作战 很吃紧 向时乐求援 时乐这边也有个小咖要应付 开始就没想去 这时候神算子张彬站出来了 王弥那是人节呀 主公该早处置啊 对呀 所以不雷他嘛 哎 现在王弥还没有预判到 我们预判了他的预判 咱们只需如此这般 时乐带兵救援 打败敌军 又请王弥赴宴庆功 王弥非常高兴 肯定要去呀 手下也有人拦着 唯恐有诈呀 王弥也不听 等进了时乐大营 王弥王飞豹 今日是插翅一野难逃啊 那时乐确实是厉害 心里装这么大的事 酒院上不入声色 等都喝懵灯了 时乐亲自下场敬酒 王弥也是起身相迎 报个胡哥 请请 王弥举杯痛饮 毫无防备 时乐手起道路 王弥人头落地 时乐又吞毙了王弥的人马 给汉国刘聪上表 说王弥要拍面 我也是不得已 刘聪气的呀 派使者给时乐一吞训 你妄杀大臣 妙视君主 又怕时乐反 再给他加官进爵 以示安慰 刘聪这水平啊 确实不咋地 他觉得这是打个巴掌 揉一揉 其实是左右逢汉 你想人刘邦 韩信管他要甲骑王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的 那时乐心里有数啊 刘聪是不可能跟他善了的 援助以后是指望不上了 现在必须有块根据地 他就在附近建立营地 招揽留民 劝克农桑 又打造舰船 准备渡江 其实凭时乐现在的实力 渡江那是扯淡 但是把健康司马瑞的帮人 吓得够笑 组织一支大军在寿春集结 眼看就要被石乐来了 那人石乐能怕吗 怕得不得了 这段是连下了几个月的雨 军中瘟疫横行 死伤大半 其实北方南征 夏天在江淮地区 水土不糊 生瘟疫那是常态 石乐军都是北方人 你不打 他在这都待不住 石乐也犯愁 大伙说我咋办呢 他的右掌使是汉人 那要不投了司马瑞吧 石乐心说 你是能投 我行吗 光司马家的王爷 我都杀多少了 又一个将领 咱们还是先搬到高点的地方吧 别为水淹了 我又不会游泳 石乐憋不住了 咋这么怂呢 这回手下武将们说话了 我们每人率三百兵力 分兵三十路 攻入寿存城 年底就打过长江 侵杀司马 石乐笑了 真勇将之计 听话听音啊 你细品 勇将之计是个啥 转过头还是得问张斌 张斌说了 投降肯定是不行的 将军您给晋朝造了多少孽呀 拿头发鼠 嚎吐了都不圆 在这守着也没戏 现在河北夜城 守备空虚 是用武之地 石乐率军北上 其实路不算远 但是军容无良 士兵相识 这就能看出来啊 之前的情况已经很困难了 禁军真打过来 他们是打不过也耗不起 那石乐部队到黄河南岸 北岸有个叫白冰的 把船都收拢了 跟石乐对峙 又是张斌献计 声东击西派小分队从其他渡口过河 抢了对岸的船 大部队渡过黄河 打败白冰 缴获了他的粮草 这才算缓过来了 按预定计划直扑夜城 夜城的部队呢 大部分直接降了 不过城内还有三座高台 同阙台 金凤台 兵警台 曹操当年造的高石杖 很大 每个台上面房屋都有上百间 夜城守将 在这三座高台死守 时乐一时也攻不下来 张斌就又站出来了 这夜城啊 早晚都能拿下 但是现在不能耗在这 王骏和刘坤 是不会给咱们太多时间的 得赶快找块根据地 修整城防 收集粮草 准备决战 北面不远 就是邯郸和西安谷 可以挑一处 时乐一级在乡国扎下来 就如张斌所料 王骏果然派兵来了 还拉着五万鲜卑骑兵 段十三杰 段匹迪 段莫波 段文秧都到了 还有带头大哥 段吉陆娟 这是四兄弟 当年鲜卑不但猛将如云 而且装备尽量 有成规模的铁甲骑兵 不光人 麻也有甲 难怪战斗力天下第一 这回时乐派多元将领出战 战无不外 时乐跟大伙说 我们现在外无援军 内无粮草 人还没他们多 只能出城决战 不讹一下了 底下将领 不去不去 怕了怕了 还是跟他们耗一耗吧 等他们士气衰退再打 你说都快没粮了 还耗什么呀 关键时刻 还的是张斌 咱们在北面营墙上打出20个暗门 突袭段莫波营地 他的部队在鲜北里面也是最强的 肯定没有防备 这回又让张民算到了 时乐派兵突袭 段莫波果然没防备 但是人家也不需要防备 时乐军都攻入他军营了 段莫波还能反杀 不但击败时乐的突击队 还反攻进时乐的大营 确实涌贯三军 不过可能是大部队没先解好 段莫波孤军深入了 居然被时乐反反杀 不但请了段莫波 还缴获了5000铁甲战马 以后时乐也有自己的铁甲骑兵了 跟谁都不处了 城外段氏兄弟想一和 除回段莫波 时乐手下将领 那哪行呢 杀了 泄愤 这会儿就看出时乐的格局了 杀一个段莫波没啥大用 先贝还会跟咱们彻底结怨 不但放了段莫波 还跟他结为父子 那时乐是父啊 又让侄子石虎 跟段姬陆娟结为兄弟 一和退兵了 段莫波非常感激 回军路上每天三次 向南边跪拜时赋 从此段氏贤卑再也不帮王骏了 时乐在乡国站稳脚 很快又拿下了夜城 总算有根据地了 不过现在最大的威胁还是王骏 时乐跟他中间隔着华北平原 无险歌手 王骏就是时乐做到的第四个对手 也是最精彩最戏剧的一个 出主意的还是张批 王骏这个人名为晋臣 其实一直想称帝 主公你可以写封信 碰杀他 顺便让信使探讨他虚实 时乐这封信 那个卑微肉麻呀 总结起来 王公卑武 立当成帝 我时乐啥也不识 愿任你做父 这王骏信没信呢 他这几年哪飘的呀 刘邦曹操都不放在眼里了 我就是千古一帝 身边劝他的忠臣都被他杀了 换上了一帮小人 这个是必然的 人只要有权有钱 又不愿意听真话 身边肯定围着一群小人 歌功颂得 阿语谄媚嘛 时乐这刘虚信 送到王骏手里 把他高兴坏了 你看看啊 这才是理性中立客观的评价嘛 他也派人回访 时乐这边 把精兵壮士都藏起来了 老弱病残 列队欢迎 王骏的使者也带着礼物嘛 里面有一个主委 哇 这难道是主公给我的 对呀 给你用的 乱讲 这怎么能是用的呢 这是要供的 时乐把他挂在墙上 每天早晚两遍在那拜呀 哎呀 每次看到这玩意儿 就像看到主公一样啊 虽然主公长啥样 我以前没见过 时乐戏也做足了 林要出兵 又犹豫了 张斌问他 兵贵神速啊 主公怕的是进阳的刘坤 趁虚而入吧 刘坤和王骏早就不合了 而且只要咱们这一趟速去速回 刘坤想弄手也来不及啊 时乐说 我决断不了的事儿 又猴都替我算明白了 这就跟郭家劝曹操 争务完是一模一样 时乐亲自带着人马奔着王骏去了 王骏身边也有人提醒 恐怕来者不善呢 王骏怒了 你啥意思呀 是我不配吗 再有说时乐坏话的一律斩 时乐都到城外了 王骏赶紧开城迎接 时乐把牛羊竖前头赶进城里 这是给主公的礼物 把城里的道路全堵死了 王骏的不对 这会儿想动都动不了了 这一手应该也有试探作用 别中了埋伏 时乐带人直扑王骏 兵不血刃就把他擒了 下面这段是正式记载啊 王骏在下面绑着 时乐坐在上面 还把王骏的老婆弄来 被一起坐旁边 我估计手上可能也有点动作 大概是之前装儿子装的有点郁闷 想把便宜找回来 王骏破口大骂 儿子骗老子了 不过时乐没跟他纠结什么父子之争 王骏你位列上宫手握重兵 却不救天子做事本朝覆灭 又杀害忠良荼毒百姓 还想自己做皇帝 你的失败就是咎由自取 时乐这段话是给王骏盖棺定论了 把他押到乡国杀了 王骏手下投降的病将也杀了一万多 咱们这么看王骏都会觉得他太可笑 能膨胀成这样 其实历史上这是常态 你就想啊 现在有点钱都能膨胀 关键很多人还支持力挺 你有钱你也可以啊 王骏人有几个省 那为什么时乐就不膨胀呢 人家要的是天下 那几个省高够打个底 格局大气量大 当然就撑不上了 另外王骏能上这档也有一个客观原因 自打时乐和刘聪闹翻 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 时乐以前一直在抱大腿 马没显露过的野心 之前刘坤在冰州 找到时乐十三多年的老母和侄子石虎 送到时乐那儿 就是为了劝他归顺进朝 谁都想不到刘坤这一下 也间接导致了后赵的灭亡 时乐这次做掉了王骏 虽然幽州还是不稳 经常有人起兵反时乐 不过毕竟还是除掉一个大敌 汉国刘聪也很兴奋 战时和时乐修复关系了 时乐在这段时间搞人口普查 用闲人能臣发展内政 实力大增 两年后又用扶兵计打败了第四个对手刘坤 顺势占据了大半兵中 这个过程之前刘坤那期说过了 其实这时候的时乐实力已经超过汉国了 而且完全不把刘聪当回事了 有一年汉国闹饥荒 时乐不但不援助 还大肆招揽汉国境内的灾民 刘聪非常生气 时乐根本不搭理他 要不是刘聪死得早 他俩肯定得翻脸 刘聪死了之后 净准政变夺权 时乐和在关中的刘耀一起套伐 最后是刘耀拿了玉玺 时乐得到了领土 两家彻底闹败了都叫赵 刘耀前赵时乐后赵 不过他俩还没立刻动手 都有后顾之忧 时乐的问题是北面的段氏鲜卑 这就是他打倒的第五个对手 从这时候开始 时乐就不再亲自领兵了 一般都是派石虎做主帅 跟段氏鲜卑的作战是互有胜负 最后能赢 一个是国力碾压 鲜卑消耗不起了 另一个是段氏兄弟自己犯错误 首先段彼迪杀了刘坤 大失人心 很多汉人胡人都离开他了 段氏三杰自己又内斗 段彼迪和段文央是亲兄弟 段莫波跟他俩是堂弟 为了争夺继承权 大打出手两败俱伤 让石虎趁虚而入 不过大家也别小看了段彼迪 段文央 段文央最后是被石虎军包围 单枪匹马从早上杀到晚上 拒不投降 历劫被俘 段彼迪本想千里走淡际 穿过后赵领地去东晋 但是身边有个叫少继的要投降 还想把禁元帝的使臣 抓了给石乐做投名状 段彼迪留下一句名言 我虽胡素为所闻也 我一个胡人都干不出这种事 结果段彼迪还是被少继绑了 开城投降 段彼迪见到石虎 我受国恩志在灭辱 不信五国内乱已至于此 既不能死又不能微辱敬意 我不可能对你臣服 石乐对段彼迪也非常敬重 封为冠军将军 但是段彼迪一直坚持穿晋朝朝服 吃晋朝复节 后来还鼓动鲜卑的响将反叛石乐 石乐终于把段彼迪、段梅扬都杀了 没过多久 段莫波也病死了 优州彻底被石乐吞毙 你看鲜卑的这些人 段氏三杰 还有拓跋以卢 更不用说慕容家的三代英侯 这个时期整个贤卑都在上升期 不但能人辈出 而且都是有追求、有血性的 后来能统一北方、建立北朝 那肯定不受人 虽然军事上石乐高歌猛进 但是老天爷给他一沉重打击 张滨病死了 张滨一生算无一策 魏晋南北朝三大谋士 按时间他是第一个 石乐对张滨非常尊敬 从不直呼其名都称呼为幼猴 如果张滨能再活几年 应该能帮石乐处理好石虎的问题 那后赵就不一定多久了 那石乐打败的第六个对手 是最弱的曹仪 曹仪这些年在山东半岛是人能挺 也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没有什么作为 一直是反复横跳 开始是汉国 后来归附东晋 又依附后赵 石乐解决了段氏鲜卑 终于收拾他了 还是石虎带兵 一举打败曹仪杀了 石虎又在青州大肆杀戮百姓 石乐派来的青州刺史劝他 我是来管理人民的 你把人都杀了 我还管什么呀 这才留下七百户 石虎就是一点型的反社会型人格 军事水平不能算一流 碰上刘耀祖替这样的大牛 经常也是输 那就是勇猛虎 打赢了就屠城 关键石乐从来也不约束他 这就看出和刘渊的差距了 其实石乐自己肯定也不算人均 经常杀想 很多时候也没有必要 所以你看石乐 论个人材质 那是顶级的 统一北方 这攻击也算一等 但是后世文人不写它 武人更不会自比石乐 那在历史上 当然就留不下多大名声 石乐的最后一个对手 就是在关中的刘耀 这次石乐是亲自带兵 也是最后一次 在洛阳决战 秦杀刘耀 顺势吞并关中 这段在刘耀那期详细讲过 说是七个对手 这也只是比较重要的 要算上李聚 郭默 赵顾 徐堪 祖约 这些小一点的势力 至少十几二十个 石乐用十八年 基本统一北方 除了东北的鲜卑和西北的梁州 都在后照的控制下 那下期是石乐片的完结和精华 点评一下石乐这个人物 还有我对这段历史的一些观点 那今天聊聊小曹操石乐 后面还有我原创的观点解读 这后照皇帝石乐呀 有个爱好跟你我一样 喜欢历史 但是他不是字 咋办呢 就让大臣给他说书 爱听楚汉三国 有一回石乐躺了听 大臣给他讲的这一段 咱们都很熟了 是刘邦项羽僵持 立即给刘邦出主意 让他分封六国的后人 一起打项羽 刘邦还真想这么办 石乐腾一下坐起来了 这是要天下大乱的 那真叫为古人担忧 大臣接着讲 张良提出著名的巴不可 把刘邦劝住了 那石乐乐了 啊 原来多亏了张良啊 那这么看呢 石乐的洞察力认知水平也确实是高 那这种事他常干 听到一段历史 自己即兴跟维武大臣点评 而且石乐还开创了历史学 他在后照也是大搞教育 有一颗就是专门学历史 这在中国是首创 那当然也是世界第一 另外也学儒家经典 学法律 当官 判案子 哟 这两颗以前就有了 但是啊 可能是后汉书这会儿还没有 刘秀东汉开国那段 石乐听的不多 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犯大错误了 石乐立的太子本来挺靠谱 石虹 儒雅好学 又人均气象 本来武帝开国 后面也该有个文帝 巩固基业 但石乐那侄子魔性啊 大暴君石虎 那石乐刚死 石虎就夺权 把石乐留下的那几个忠臣 众臣都杀了 很快又篡位 自己当了皇帝 统治极其残暴 也把这后赵搞垮了 那石虎怎么个残暴 那是下棋的内容 关键是石乐生前 有几个大臣都跟他说过 这石虎不能留啊 石乐没听 其实按他的打算 一是希望石虎以后能辅佐新军 毕竟乱世 需要武的一手嘛 更重要的呢 石虎功劳太大 又是自己侄子 实在不好下手 那石乐也是个要面子的 早年就想杀石虎 这小子太惨暴 没人信 不过毕竟是我侄子呀 死在我手里不好看 嗯 找个机会借刀杀人 那这事呢 他可能也真干过 石虎第一次出战 就是石乐给了两千人 让他殿后 那惨败 差点就真死了 但是后来石乐看石虎 作战勇猛 又欣赏中用了 后期的战争 基本都是石虎打的 那这么多功劳 就更不好杀了 其实石乐真正的错误 不是晚年没杀石虎 是打一开始 就不该只用石虎 那这点历史上很多人都犯 比如复坚刘狱 不管文臣还是武将 逮着一号用的使劲用 忽视团队建设 结果是文臣死了 后继无人 武将所大 左右为难 那之前我也说过 刘秀用人就不这样 他手下军事能力最强的 应该是耿眼 年纪轻轻 带兵打下整个洞部 刘秀夸他 攻盖寒戏 然后就再也没派出去过 一直放自己身边 统兵的主帅 这回用这个 下回用那个 将领的功劳地位都很平均 要不历史上总觉得 刘秀的手下 名气不大呢 他不功高震主 就没有造反的能力 野心 自然也不用杀 所以说 石乐觉得自己 可比刘秀 其实是差了一截的 不过咱们也用不着 揪着人一点错误不放 那石乐的能力为人 都是很可以的 做的很多事 都会让咱们想起 另外一个人 比如石乐 打败王骏 攻占幽州之后 王骏的旧部 都来求见石乐 为了保命保官嘛 只有两个人不来 很硬气 石乐后来派人抄家 别人家里的钱财都是一级 王骏用了很多小人嘛 唯独那两位 家里只有一些粮食 盐 还有几百本书 石乐跟他们说 我得到幽州 不值得高兴 高兴的是得到二位闲人 唯以重任了 那石乐就是这样 打一开始就特别尊重读书人 重视选闲任能 内政上也是减足减负 而且能听进去异见 有回石乐想在夜城修缮宫殿 亭位续贤 多次上见力圈 应该是话讲得太重了 石乐很生气 不傻这老臣 我这宫殿就建不成了 身边徐光说了 忠臣的禁言 有用就用 就算不能用 也该容得下嘛 怎么能因为人家直言 就啥呢 石乐 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戏弄戏弄他 就算是白痞布布的中产家庭 又钱了 也想再买个房子嘛 何况是君王呢 我这宫殿呢 以后还是要建 不过现在为了成全 续贤 忠臣的美名 鼓励大家勇于上见的风气 那工程就先停下吧 转头又中赏了续贤 还曾经下过令 以后如果是我上头的时候 说杀哪个大臣 先不要执行啊 如果不细读历史 就会觉得石乐这人呢 特别残暴 经常杀乡 几千几万的杀 但其实啊 石乐是他自己觉得该杀的 苦苦杀 日常小事 他很宽容豁达 比如他立国后 也把老乡们请来 大板宴席 你看 哎 李扬怎么没来呀 李扬他不敢来 这李扬啊 跟石乐是邻居 以前经常互欧 哎呀 我都是赵王了 怎么可能计较这些呢 快把他请来呀 李扬来了 石乐跟他勾奸大背 以前姑是保偿了你的老权 你也是惨遭姑的毒手啊 杀了 没有啊 开玩笑 是把李扬封为都尉 历史上最能体现石乐性格的事件 就是石乐记胡 那他是杰族 非常痛恨别人说胡 那当然杰更不行 在后照胡这个字 就是犯忌讳 重罚 你想啊 黄瓜为什么叫黄瓜呢 他也不黄啊 其实一开始是叫胡瓜 张谦带回来的 石乐又回 指着黄瓜问一大臣 请知不知道这个叫啥呀 大臣也明白 石乐是逗他 嗯 此物名为黄瓜 那从此就改名了 还有一次 一大臣来见石乐 石乐一看 怎么衣服都破破烂烂的 知道你青年 也不至于此啊 这大臣 路上碰上劫贼 被抢了 石乐笑了 劫贼这么暴虐吗 我得补偿你啊 大臣才发现 讲座话了 帮帮磕头 石乐给了他车马衣服 还有三百万钱 又有一回 一个喝醉的胡人 骑着马冲进皇宫了 石乐大怒 则为守门的 这个人们也慌了 醉狐纵马迟入 拦也拦不住 没法跟他理论啊 说完再反应过来 石乐又笑了 胡人确实不好理论 也没处罚他 但是劫贼醉狐这两个事 在现代给石乐惹祸了 这说明后赵统治下的汉人 备受胡人欺辱啊 另外史书上还有一句话 在后赵把胡人叫国人 汉人叫赵人 那近代有人研究 说这个胡人赵人 就等于西州的国人野人 那国人地位高 负责打战 野人就是生产者 地位低下 想当兵都没资格 又把国人赵人 和劫贼醉狐放在一起 说汉人在后赵啊 那就是水深火热 那你也可能听到过这种说法 但是啊 这里有问题 首先国人赵人的推论 和历史事实直接矛盾 你看燃敏在后赵掌权 搬的那个不叫杀狐令的杀狐令 是怎么说的啊 展翼胡首送凤阳门者 文官禁卫三等 五直西拜衙门 军人展翼胡首 升为衙门将军 这就说明汉人能当兵啊 其实燃敏能下这个令 他的部下肯定有很多汉人 如果手下都是胡人 这令发出去 他不得先被手下杀吗 还有燃敏的盟友李农 也是后赵大将 手握重兵的也是汉人 其实史乐在后期 因为想压制下石虎的势力 不再派他领兵出战了 这段时间主帅经常是郭靖 之前讲过 郭靖跟史乐很有渊源 汉人 而且他手下的兵 一开始都是起活军 到后期至少大部分 也得是汉人 更重要的啊 要说后赵的汉人 多么安居乐业 胡汉融洽 治安良好 那肯定是扯淡 但你要是说汉人 受欺压歧视 生活困苦 史书上怎么一点记载都没有呢 反而写了很多夸时乐 节俭爱民的话呢 有人要说了 简单呐 被掩盖了呗 盖不了 咱们现在看的史料 不是后赵自己记载的 是南面东晋留下的 有什么理由替敌国掩盖呢 要是说后赵宫里有点啥事 外面可能不知道 如果是举国政策性的歧视汉人 愈肉百姓 东晋怎么会不知道呢 之前的刘聪滥用民力史书上写过 后面的石虎 残暴统治 民不聊生写的就更具体了 就连东晋自己滥杀流民 荼毒百姓的事都信 怎么会偏偏美化袒护实乐呢 我以前说过 现在学术权的史观 分析历史 看时代发展 看社会阶层 对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年 历史专业的规定 就是以民族矛盾为纲 啥事都必须往上靠 国人赵人 劫贼罪狐 都是这么硬推出来的 不但缺乏史料依据 而且和很多事实 直接矛盾 对这几个事 我有一些看法 首先国人赵人 我觉得就很简单 史乐记胡 你不能叫胡人 更不能叫杰人 那他总得是个什么人吧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 你随便听听 有没有道理 重点是杰贼罪狐这俩事 我也认为是民族矛盾 但不是那种潜藏的 民族冲突对立 是更深层次 更难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那这里关键是胡汉分治 打刘元开始执行的政策 史乐也沿用 五胡十六国基本都这样 汉人用乡长里长 太守刺史的中原传统 胡人是大蝉于左贤王那一套 对胡汉分治历史上不太重视 顶多就是当纯学术问题 研究下胡人的组织结构 但是这里真正重要的呀 不是你户籍所在地是哪 归谁管 是对胡汉采用各自的习俗法治 那比起汉人 胡人就等于没有法治 有目不足 能投能抢 那是常态 是本事 要不投不抢 那你就是好男人 女人都鄙视你 打一辈子冠棍 后来拓跋十一件 在拓跋先被立法 那你看看这内容啊 造反杀全家 死罪可以用金子牲口赎命 杀人要赔偿死者家属牛羊棺材赎罪 盗取公家财物五倍赔偿 盗取私人财物十倍赔偿 那咱们看已经很宽松了吧 但是先被忍 啥 我恰当东西还要还 杀个人还得赔钱 还有没有王法了 那既然胡汉分治 那劫贼罪胡这种事 肯定很多了 他都不当自己在犯法 而且这还不只是治安问题 胡人目无法纪 不服管束 社会稳定性当然差呀 所以经常是胡人政权 稍有动荡 没等汉人造反 胡人自己先闹起来了 当然没法常治久安 不过你能说这胡汉分治 是时乐流渊做错了吗 你这会儿用汉人的法治道德 约束胡人肯定不行啊 这只能靠长时间的融合汉化 让胡人逐渐接受中原的价值观 一直到北魏冯太后孝文帝 全灭汉化改制